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個我小時候很多機會都吃到的炒飯 就是叫做媽媽肉鬆豆角炒飯 當然那時不是叫媽媽肉鬆豆角炒飯 就是炒飯 因為是我媽媽會煮給我吃 那時我很喜歡吃 為什麼會喜歡吃呢? 就是因為有肉鬆 這個真的很棒 一個很簡單的炒飯 但是小朋友就很喜歡的了 我們馬上開始了,好嗎? Let's go! 第一樣要處理的就是豆角 這些呢,洗了 然後我用撕絲 撕絲就是這些邊 撕一撕 嘩,好像沒什麼 嘩,現在這些豆很少有絲 以前會比較多,不知為什麼呢? 還是我蒸得不一樣呢 我嘗嘗再嘗一下 嘗 με 只是頭那些 好,那� init完之後呢 我們就切了 阿牧 大小粗 containers就是 boleh 我媽貼給我那時是薄些的 因為那時在不太喜歡吃豆 於是乎a vine 他會切得薄些 可是我一直長大了 那又關他便喜歡吃豆 那就換了我喜歡的大小 如果你家裡的小朋友都不太喜歡吃豆 你可以切薄一點給他試一下 好,豆我們就切好了 有兩個方法我們就要再處理一下 第一個就是煮一下,弄走草青味 第二個方法就是炒一下 也可以弄走草青味,但還要香一點 於是我就會選擇炒的方法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洗少鍋 你要煮它嘛,對不對 好,我們炒一下 好,先燒熱鍋,灑點水 為什麼呢?因為水蒸發了 鍋也會很熱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都會放手上去 會熱,這樣 你不觸碰手在鍋裡 那你才知道清楚的,對吧? 我們灑點水,你看到它蒸發完就可以了 好,先開炒熱鍋,不要被人罵 等水已經炒完了 加少許油,接著可以炒一下 我正在用中大火炒一下 我們加少許鹽,就是加少許底味 因為豆真的沒有味 我們加少許鹽 好了,完成,起鍋 炒完之後,我們可以開始炒飯了 好,先開火 好,今次你的鍋就不用太燙了 我們熱了一陣子之後,就要加少許油 沒有辦法的 炒飯,你不加多些油 一來很難炒到,二來就不夠香 好,我們加多了少許油 那為什麼我們今次不是這麼熱呢? 因為我們要加一隻蛋下去 這裡有三隻蛋 把他白了,然後放下去 今天我就照足我媽的炒法去做 當然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把生雞蛋拌在白飯裡 都曾經教過 這個就是一個方便一點 一定不會黏底的方法 但這一個就是傳統一點的方法 我們把雞蛋拌勻 就不用煮到熟了 然後我們就把飯放進去 深水蒸的朋友可能會說 你說你小時候吃媽媽的炒飯 你怎麼知道要怎樣炒? 多謝你問這個問題 我大約有看過他再煮飯 於是在這裡看看 那裡看看那些食譜 於是就懂得炒飯的方法 好,我們現在先把它拌勻 我正在用的是一個中大火 我喜歡把飯放在鍋裡煎一下 因為這樣就會令飯更加乾身 如果你有信心的話 甚至可以再調到大火去炒 好了,炒至開始乾身 然後我們再加一些油 在鍋裡的中間 做甚麼? 因為我們要爆香些蔥 然後我會再加一些油 再加一些油 都說炒飯是這樣的 很香 好,然後我媽媽會用醬油 即是生抽去做這件事 它就軟鑊邊這樣去 炒勻後,加一些豆 好 到這一刻,因為我聞到醬油 在飯裡撞出來的香味 我已經很餓了 在家裡的時候 我很記得這一股味 知道我媽媽一炒飯 就特別開心 其實炒甚麼飯我也很開心 好,接著主角出場了 好,我這裡有些肉鬆 我們先灑下去 最後才放 很棒 很開心 拌勻 很棒 你看,很乾身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吃 可以吃了 很漂亮 很開心 謝謝媽媽 很好吃 哇 這個真的是 我小時候吃的感覺 一樣 一個很簡單的炒飯 我想因為是 天天要煮的關係 所以我媽媽那時候 就越簡單越好 總之 小時候吃 有些菜 這樣就可以了 於是找些最方便 黑豆也不用看得到什麼 切一下它很快就完成 肉鬆 像雪櫃一樣 拿出來 然後炒飯 就是這樣 所以 想方便一些 快一點的你 都可以跟著這個食譜 多謝你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當然是點讚 多謝你 多謝媽媽 吃飯 在這裡 放棄 做個包子 好 那些人 旁邊